大家好,我是柚子佳佳 今天我们说说间谍过家佳基于目前的连载状态 将来可能变成什么样 以及为什么会产生一些争议 我认为综合远藤达灾的历史作品表现和当前的创作环境 间谍过家佳目前处在一个角色哄孩子,作者哄读者的阶段 咱们也不用避讳 直接说就是作者和编辑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讲的故事 他们就是非常冷静的来挣钱的 间谍过家佳的漫画在动画出圈之前我就看过 初刊很惊艳 感觉这个新作者画画水平相当厉害 剧情也干净利索,真是不得了 结果一搜年龄吓了一跳 又翻了翻到过去的连载 觉得比较无聊,就没有看下去 不过整体上我觉得间谍的漫画水平是值得推荐的 虽然剧情最好最有张力的前几卷之后有点高开低走 但是后续章节也算提醒了读者 Jump系也能画质量不错的家庭搞笑连载 并且他和《鬼灭之人》一样是Jump的扩圈之作 是让原来从来不看漫画的人也能看的东西 这一点在今天难能可贵 动画画之后 我又在网上看到这个漫画的一些争议 比如有的读者认为 这个漫画角色设定的很违和 杀人不眨眼的女杀手是个傻白田 遭受战争苦难长大的王牌间谍在潜伏的时候 当务正事哄孩子 严肃背景设定下主线剧情基本没有展开 作为Jump的老读者觉得真的是满历史窟窿 这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当然了还有些读者认为 这就是一个日常搞笑连载 就是让人不过脑子涂一乐的 你们这些人这么爱分析这那不合理 那赶紧出门去看谍战片啊 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搞笑漫画里找存在感 出于对这些争议的好奇 我就把以前没看完的远腾达灾的其他作品看了一下 结合作者长期的表现 我感觉间谍漫画开始那一部分 是远腾达灾多年以来综合水平发挥最好的时候 用心动脑也有表达欲 故事最有张力 适合的观众范围也最广 之后逐渐日常搞笑的时候 就有种求稳上班讨生活的状态 表达欲什么的都下降了 那这个原因就一言难尽了 首先第一点 这个漫画没有明确的主线或者主题 当前的《间谍过家家》 基本上是个日常搞笑漫画 但是它当初也确实不是按照 家庭喜剧这个思路设计的 如今的故事是反复妥协的结果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一些知名的连载 往往一开始 你就能看到明确的目标或者主题 比如我要当火影 比如我要报仇杀鬼王 不用说名字 大家都知道我在说哪一个 但是《间谍过家家》的主线目标就很模糊 比如黄昏的潜伏并接近调查前首相 这到底算个啥 想刺探情报还是要干掉它 刺探不到情报又有什么风险 这个前首相是个很危险的战争狂人吗 连载了好几年还说不清楚 这就是模糊 至于潜伏中维护和平 这种理由笑笑也就算了 谁要相信这个呢 就和相信隔壁老王躲进邻居家衣柜里 是因为他担心自己老婆的美貌被邻居惦击 所以他要先发致人的潜伏进邻居家 维护两家的和平 和这种理由差不多 造成故事目标模糊的原因 我认为是《间谍过家家》的发展超过了创作者的预期 于是呢 剧情停在了最能盈利的位置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 《间谍过家家》它有几个所谓的短片前身 主要的一个是2018年的艾斯派 另外一个是2014年的《炼狱的阿西亚》 以及2017年的一个短片 这几个什么样呢 这么说吧 他们很难说是什么《间谍过家家》的前身 顶多是有点用过的素材 被作者拿来重新利用而已 前身的关键是故事主线和角色都相似 艾斯派是个高中生美少女 喜欢上一个会汤姆·克鲁斯式变脸的帅大叔 然后一起打败其他间谍当特工的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说间谍什么的不是关键 反倒有点北陶斯的味道 猛男找个小姐姐收养一个有超能力的怪物小孩 凑个临时家庭的设计 则来自于2017年的短片 小孩的形象则是2014年短片主角的儿童版 这些短片都没什么真正的谍战故事内核 也就是说《间谍过家家》当前的谍战故事设计 都是线编出来的 作者是把以前的三个短片设定揉在了一起 典型的先有了醋后包的饺子 作者和编辑一开始也许有讲谍战故事的想法 但是并不坚定 也看不出来有多大兴趣 后边变卦了也不稀奇 第二点 这个漫画连载平台也不太适合家庭喜剧 漫画的初始设计用料过猛 如今有点骑虎难下 《间谍过家家》是登在Jump Plus这个网络平台的 我发现没什么人从这个平台的调性上推测过《间谍过家家》原本是个什么类型的故事 Jump Plus正好今年快整十年了 它创建的初衷有两个 一个是为了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 另一个其实是想放宽点尺度 把些少年Jump杂志上不太好意思放的东西放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藤本树这种B级篇爱好者主要在这里战斗 同时他也是放一些中末的什么什么的 有些平台根本不让上的东西的地方 我推测 《间谍最先的设计》 主线应该是一种全家每个人都身怀绝技 然后齐心合力又比较洒爽的和热势力斗争的故事 类似于超人总动员这种 咱们很多将谱老读者期待的大概也类似 当前的争议 很大原因在于故事越来越和家欢的同时 其严肃背景淡化的还不够 如果把一开始的战争苦难描写去掉 多设计一些搞笑的卧底目的 如今喷他的人大概能少一半 在Jump Plus这种B级篇和一些过线作品 时不时冒出来的平台 我相信作者和编辑在开始连载之前 是不敢完全压爆到家庭喜剧风格的 听起来就竞争力不足 一开始像谍战故事摇摆也是为了保住下线 所以不得不把设定搞得严肃一些 但是现实中间谍剧的哄孩子还真成了卖点 还真成了平台上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之后 他再回头看当初的设计就有点加料过猛 针对这个问题 作者也在偷偷的往回找补 前首相夫妻俩迄今为止的出场都挺正常的 甚至有点儒雅随和 发展了几次化之后 首相老婆甚至还给人解释了发动战争的不是老公 作者设计这个情节站在谍战的角度讲 大反派不够坏有点奇怪 但是站在淡化严肃背景往回补设定的角度就可以理解 第三点 这个漫画其实也不是很适合降派系主流读者的胃口 间谍过家家的 它也不是个很降派的作品 胃口很雕的降派老读者可能确实不习惯 降派历史上有过阿拉雷这种低龄脑洞型搞笑 或者银魂乌龙派出所这种成年人的日常搞笑 中学生搞笑的就是奇梦男雄或者江口寿舍那类恋爱搞笑 但是家庭喜剧在降派中并不常见 我们说起来这种类型的搞笑 你们第一反应其实不是降派对吧 间谍国家家刊登之前 Jump Plus难读者的比例高达65% 而间谍这个连载开始之后吸引了不少新读者 女性读者的比例上升了5% 这大概也是一部分老读者不太习惯的原因 第四 作者偏好问题 远藤达哉不是一个喜欢家庭喜剧的作者 甚至都不是一个喜欢喜剧的作者 漫画的成功有点言不由衷加歪打正着 我们看漫画是能看出来作者性格的 比如鸟山鸣 你能看出来他是个孩子气挺乐呵的人 远藤达哉 他从来都不是个话嘻嘻哈哈 合家欢迎的作者 他的故事是偏黑暗的 他的审美和品味也比较独特 如果你看过太前的漫画 大概也会同意 他是随时可以让剧情残酷起来的 只不过这回他忍住了而已 间谍火了之后 杂志顺组织远藤达哉和其他两个当过他住所的漫画家 一同访问 其中轻知驱魔师的嘉藤和惠又说 远藤以前的作品氛围都很黑暗 有些场面太讽刺了 我都怀疑读者笑不出来 到了间谍国家家 虽然还有点那个样 但是终于变成了普通人可以笑出来的水平了 另一位当过他住所的漫画家也提到 远藤他不愿意指画单纯好看 感觉会有人气的角色 他认为要敢于打破这个角色的形象 所以比起把主角画成帅哥 他宁可画成个大叔 大家听听身边的远藤达哉的描述 高情商的说法 他是一个审美层次很高 有品味 敢于打破庸俗商业规则的艺术家 低情商的说法 他是一个头铁 完全不给读着爽点口味刁钻的老文艺青年 另外远藤达哉的职业生涯也并不算顺利 属于让人看得有点唏嘘的 远藤达哉出身的1980年 从小立志于成为鸟山名 20岁在少年Jump的比赛上获奖出道 结果到了27岁和30岁才有了两个月刊连载 还都一年半载后就腰斩了 从此之后浪迹天涯 靠辗转各个漫画家当助手为生 其中最著名的作者 大概就是比他小一轮的精神小伙儿藤本书了 直到2019年39岁才画出来《间谍国家家》 剑山创在给《间谍国家家》的贺图里写了几句话 他说 当过很长时间助手的远藤老师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被你的水平所折服 我不仅思考远藤老师您之前在干什么 远藤达哉自己在访谈里说 《间谍国家家》对于陷入低谷的我来说 是一部以漫画家的身份东山再起的康复之作 总结一下就是 作者的人生经历有点苦大仇深 又没那么喜欢喜剧 长期看到创作状态并不乐观 当年鸟山明那么乐呵一个人 阿拉雷里每画都整活 四年后就受不了了 远藤达哉这种治愈系作者 短期还好 长期容易陷入硬挤着整活的状态 出现一些跟家庭或者谍战关系都不大的东西 类似于我们小学时候写作文的时候 今天送同学一颗糖 明天扶老太太过马路 如仅仅连载四年多了 不知道读者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第五 最重要的是 远藤达哉可能已经和他漫画创作的初心达成了和解 远藤达哉混了20年 迄今就画过三个连载 责任编辑都是林世平 林世平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 进了集营社 被分配到Jump Square 2007年就给熬了7年的远藤达哉的 第一个连载做了责任编辑 两个人可以说相识于威识 后来呢 远藤达哉长期当助手 也是林世平给介绍工作的 相识了十来年啊 脾气柄性什么样都很清楚 林世平在访谈里反复提到过 他劝过远藤达哉 具体说了什么 打动了一个有品味的 头铁老文艺青年的内心 不得而知 成年人你想让他心服口服听你的 很难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一下 工作中常见的利益关系 比如某一天 两个相识多年的中年男子 坐在了一起 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老兄弟 你马上就40了 也该到了为退休养老 做点打算的时候了 你技术很厉害 大伙都知道 那你甘不甘心 后半辈子继续给人打下手呢 继续给那些比你小了20岁 技术上又一坨的孩子们打下手 你要是觉得无所谓的 那就继续做你自己 当我没说 你要是不甘心 那么咱们这一回 能不能整点 你看不上的 但是用户想要的 拿你这一身好本事 用仅剩的机会 先给自己挣点养老金的钱 也许呢 他们谈话 不会像我这么庸俗直白啊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远藤达哉 创作的心态 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在访谈里说 我放弃了很多 我原本想画的东西 所以呢 我对角色的依恋度为零 好了 大致了解了作品 前身 作者的创作心态 和环境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对漫画的 未来走向 做一个简单的预测 我先说结论啊 读者害怕的那种烂尾型结局 可能性不大 近些年来啊 著名的整活大师 都是类似于建山创 和借尖下下这种 有强烈表达欲的作者 他们是绝不会承认 自己的作品 不是自己想画的 读者再喷他们 他们也会嘴硬说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而远藤这种 四十岁了 对角色一脸夺为零的作者 明显已经看开了 属于另一个极端 人家就差 直接说 我是来挣钱的了 那既然这样呢 最合理的办法 就是不断拉长 日常剧情 直到读者厌倦了 再弄个合家欢结局就行 这是最优 而且吧 从剧情上分析 假夫妻双方 虽然存在着各种身份立场 带来的冲突 但那都属于各威其主 没有无法化解的杀父之仇那种 再说了 现实中东西德都能和平解决 是吧 也没必要非在漫画里 分个你死我活 具体故事怎么走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超人总动员 有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韩国的漫画 隐秘而伟大 它和建立国家家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 一样严肃的冷战前线对抗背景 一样同文同种的 间谍互相渗透的大环境 一样的超级特工 打入敌人内部 更重要的是 一样的用日常搞笑 作为主要卖点 吸引观众进来 一个是超级特工 组建家庭捧孩子 一个是超级特工 在村里装弱智 如果你看过 隐秘而伟大 大概也会同意 它本来也可以把日常搞笑 当作卖点 无限的拖下去 但是它没有 在搞笑了一阵之后 它选择了推进故事 这导致一个现象 前半多欢乐 后半就多残酷 很多被超级特工 日常装腔卖傻 打造的 其乐融融吸引进来的读者 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直接拽到了后边 杀人如切菜的 间谍大战的悲剧结局 我当年呢 看《以免尾伟大的时候》 就有种强烈的感觉 这个漫画的前半部分 和后半部分 似乎都不是给同一群观众看的 而远腾达栽这个人呢 他恰好是完全具备了 类似推进能力的 间谍故事 往往都有很多 各种买好的炸药包 就看作者想不想点 点一个还是点多个 比如随时可以让黄昏 接到饥荒命令 去暗杀次子的父亲 或者小舅子来杀姐夫 再被姐夫干掉什么的 任何一话 十页之内 剧情都能进入 无法挽回的阶段 关于这点呢 我相信啊 远腾达赛克林视频 都明白的很 他们早就看出来 推进主线 会带来和隐秘伟大 一样的问题 那么明明目前 还能多挣几年前 何必为了推进剧情 一把就把看点烧光呢 所以我说啊 建内国家的现阶段 就是角色哄孩子 作者哄读者 最后啊 自己表达的东西不火 不想画的东西 却能挣钱 这大概是很多漫画家 共同的悲哀 相比于那些 唯心了 努力画画 还挣不了钱的 远腾达赛还是幸运的 间谍国家家呢 目前累计销量 三千一百万 真的快赶上 樱桃小丸子的 三千两百万了 距离阿拉雷的 三千五百万也不远 蜡笔小新 也就五千四百万 很接近于 家庭喜剧类型的 天花板作品了 让我说呢 远腾达赛 他的资质 其实就是个 简配版的村田雄介 故事本来也不是 他强项 听编辑的不折腾 继续保持对角色 毫无感情 然后平稳挣钱 以后呢 挣够了想画啥就画啥 直接退休也挺好 这也算是一种 中年人呢 被社会毒打后 看透了的生存智慧 好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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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